大理的乔泰中学运动风气相当兴盛 去年学校的篮球队还在台中市市长杯拿下了遗嘱的冠军 为了鼓励球员们 校方这一天特别邀请到台皮篮球队员到校来展现球技 切磋分享 也跟学校师生来场交流赛 乔泰的篮球员就表示 虽然他们的身高跟台皮球员是差太多了 不过可以跟他们一起在球场上比球技 真的很过瘾 台皮篮球队员一现身 现场尖叫声连连 乔泰中学这一天特别邀请这群SBL超级联赛球员 前来举办见面会 由于篮球队去年曾经在台中市长杯拿下遗嘱冠军 因此校方也特别安排交流赛 乔泰的球员逮到机会 也要尝试灌篮 来大秀苦练遗旧的球技 也让现场的气氛嗨到不行 宇焕雅 因为三分球很准 想要看他在场上连进好几颗吧 感觉很开心啊 因为他们很厉害是职业队 觉得哪边比较厉害 身材条件还有技术方面各方面都比我们好很多 学校表示 鼓励学生多元学习 因此成立篮球跟热舞等一百多个社团 运动的风气兴盛 因此这一天 教职原组也下场跟台皮球员一起的尬球季 老师们虽然体力是不足年轻球员 不过扎实的基本动作也赢得现场不少的掌声 因为有很多球迷支持我们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还可以走的话 我都想要来跟他们做一些互动 回馈他们这样子 觉得他们素质不错 然后他们的训练也感觉蛮扎实 我觉得他们成绩应该能够越老越好 我们为了要给我们学生 有更好的一个置居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 这个台湾皮球队来到学校 我们透过让我们学生亲身体会 然后同时也让他们直接下场 来切磋的20分钟 让我们学生真的看到 篮球队国家代表队他们的一个状况 学校表示输赢不是重点 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学习这些球员 认真学习打球的态度 只要专注做每一件事 一定能够发光发热 而活动最后 师生们也真相地拿海报 给心目中的球星签名 也为这场交流见面会 画下完美的句点 继续来秋风台中采访到